今晚 祝梦新时代五月的鲜花 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慧眼将在本台综合频道与观众见面 二十余个充满创意与活力的节目将向观众展现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此外 众多优秀青年代表也带来了各自精彩的节目 奥运冠军五大镜为观众带来了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八分钟的精彩节目 与观众分享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时自己的激动心情 这八分钟对我来说每一秒都是触动人心的都是令人难忘的 我们把自己的中国元素完全地彰显出来了 惊艳了全世界来向全世界发出北京2022的邀请 舞台上优秀青年演员代表用自己青春励志的表演 展现了爱国爱家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传递充满活力的青春正能量 我表演的歌曲是红旗飘飘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份事情 做一个有担当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时间的远方 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就是思念故乡很有孝心的一首歌吧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晚会跟这些大学生啊年轻人啊一起去交流 让他们能够随时记住出门在外要去孝顺 要想着家里人 因为其实我们在成长但家人在老去 希望大家都能够尽一份孝心 舞台上优秀青年演员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广大青年朋友交流 舞台下他们中有的热心公益 关注贫困弱势群体 有的为环境保护事业奔走呼吁 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更多的同龄人 我希望给大家做正确的示范 然后把我所有正能量的东西我都希望可以传递给大家 然后让这个世界多一些爱 多一些阳光 多一些笑脸 我们这台晚会的主题叫祝梦新时代 我觉得祝梦这两个词真的非常的好 大家在追求梦想的同时 需要有坚忍的力量去打磨 要有创造力 有魄力 有活力 更应该去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大学生 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跟我们一起去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报效这个祖国 为社会多做贡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